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在这个网络的世代 其实我们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资讯 但是呢很多的资讯 其实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 我会发现其实在网路上的资讯 常常很多是没有受过验证 所以其实资讯其实 需要有一个审核的过程 但是其实这个 现象不只是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 其实在教会里面 也慢慢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们知道圣经其实 有些时候圣经很难读 我们会上网去查 但是教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派 不同的一些理念 其实我们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做 那圣经真的是一本 很难理解的一本书 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读到立位记 这里面发生的一些献祭 制造这些东西 约柜这些制造过程 其实跟今天的生活是很脱节的 那我们再往后读一点 读到先知书 像但遗理书里面讲到的一些 怪物啊 从水里出来的这些异象 其实也是很难理解 那甚至到新约 我们读到启示录 这些事情真的很难懂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现象里面 有些时候我觉得 神会用一些特别的方式 让我去理解圣经要我们 活出来的一些东西 譬如说 神有些时候会在读经里面 给我感动 跟我讲某某弟兄或某某姊妹 可能需要 从神来的一些关怀 那我就去关怀祂 那或者是有些时候 会借着一些异象 借着一些梦 甚至一些特别属灵的一些经历 让我更加去了解圣经里面 要跟我所表达的一些讯息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 有些时候我很开心 我就会去跟我的朋友们 或者是跟族内的一些朋友们去 分享这样的一些经验 甚至是鼓励他们用同样的一个方式 去了解圣经 因为圣经真的很难懂 但是有些时候得到的一些回应 其实是比较负面的 有些人甚至会说 这不符合圣经里面的一些原则 那其实我在这方面就有一点困惑 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样去看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有不少的信徒 可能都会有碰到这样子的一些 属灵的一个经历 或者对于圣经真理的了解上面的一些 共同的一些感受 你的问题其实包含这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圣经 一个是我个人的经历 神给我这个感动 要我去做什么事情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看这两者 其实你刚刚有一句话讲说 圣经是很难明白的 是很难懂的 特别举出旧约立威记 但以礼书 启示录这种特别艰深的一些书卷 其实我想我先要澄清一个想法 或者一个观念 圣经是神赐给人的一本宝贝的话语 一本书嘛 对不对 有什么理由神要给我们一本 是我们都读不懂的呢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号 是不是 其实我们若深入一点仔细去看的话 其实圣经没有那么难啊 你刚刚所举的这几卷书 其实在圣经里面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嘛 圣经有六十六卷书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绝大部分的圣经 我们是可以明白的 那么 信徒们可以透过读经去了解 神对我们的心意 或者神对我们的这一个世代里面 形式为人的标准到底怎么做 这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神透过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来启示真理 我们今天跟以色列人有文化上的差异 有 古代跟现代的时空上的差异 但是这些 老早历代的信徒都做了很多努力 可以帮助我们突破这些困难 找到那个圣经跨越时空的那个真理 那个部分并不难 何况我还认为说 神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 选招了许多神的仆人 出来做传道人 其实每一个在教会里面 做牧者的做传道人的 我们都有一个义务跟责任 帮助弟兄姊妹们 去准确的明白神的话嘛 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啊 有的时候我看见 今天的教会有点危机 就是牧者们 没有在圣经上的话语上 去教弟兄姊妹们深入的了解 反而教导了一些圣经以外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那有点本末导致 我们是传道人嘛 传道人那个道是什么 道就是神的话嘛 我们不要在神的教会里面 讲一些不是神话的东西 一些教导出来 那就不合适了嘛 所以传道人好好的去帮助弟兄姊妹们 去了解利未记 透过希伯来书的背景 来了解他状况 了解但一礼书跟启示录之间的 怎么样子的一个互动 我们可以明白 弟兄姊妹们没有那么困难 第一个圣经不是那么困难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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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神对我个人的一些经历 或者一些感动 要我去做某些事情 其实那个比较属于是属于运用 在生活上面运用的这个层次 运用的这一部分 或者说个人的经历的这一部分 其实它所代表的是 神对你个人的那个带领 个人的经历是应当被尊重的 但是问题是个人的经历 有没有具备普遍教导的适用性 神对于你的带领 跟我的带领是不是完全一样 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大光照导 那是他个人的经历 是不是每一个人得救 都要在走路的时候被大光照导 显然不是 神用不同的方式带领不同的人 所以个人的经历这一部分 我觉得是尊重 但是他不具备普遍的教导原则 普遍的教导原则 在这本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里面 可是牧师你这样讲 我们也看 据像牧师刚刚所讨论的这个保罗 我们甚至去看新约时代的彼得约翰 他们能够有 这么强的力量去传福音 其实就透过他们这些特别的经历 那我们今天在世界上 神借着圣经中讲 其实我们要有这样的生命令出来 但我们从过去的世界上看到 他们是从他们的特别经历里面 去体验这样的一个力量来做 那我今天特别去说 我们要来高举这样的一个经验 这样的一个经历 为什么不行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 有些时候像主内的一些朋友 一些弟兄姊 他们圣经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甚至说随便丢一节经节 他们都会知道说 这节经验从哪里来的 它原文是什么意思 他是出自哪一个时代的背景 他们都非常熟悉 但是有些时候看不出 他们对于传福音的火热 或者是说在他们每天 跟神之间的关系里面 好像没有那么的密切 那我们读经最后的目的 不就是要去传福音吗 不就是要去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这个经验里面 去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想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在教会界里面我们的确看到过 那我们只能说那是一个不理想的状况 你比如说有的人圣经很熟 查经 带查经 偷偷是道 可是我们发现他的生活 跟他的所传掌出来的讯息 基本上是脱节的 那个是一个不正常的状况 不是一个常态 圣经第一步 当然是要准确的去明白嘛 所以做查经 做研经 这种工作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对圣经的这一个 在生命里面产生的那个力量 不是只从认知而已 其中还有一个很大部分的 就是你认知完了之后要去遵行嘛 如果你没有遵行的情况之下 当然你的生活跟你的信仰之间是脱节的嘛 所以而且我常常觉得说 一个人如果真的对神的话语 是那样子的了解跟明白的话 他应该会带出生命的一个改变 生命的更新 所以我们不需要把一些偏差的现象 当作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状况来了解 其实不一样 何况你刚刚也提到说 彼得 雅各 约翰 他们有很多特殊的经历 保罗有很多特殊的经历 仔细去看《使徒行传》 仔细去看他们所写的书信 他们每一个经历之后 都带出一篇很清楚的讯息 换句话说 他们是有很清楚的 属灵的真理上的一个基础 然后加上这些经历 成为他福音工作的一个国效 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到历史背景 在那个时代 保罗彼得做工之后 圣经还没成书了 所以神借着一些奇事大能 完成他们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去了解 还是像我刚刚所说的 个人的经历跟代理 适用于个人 普遍的真理 是在圣经上面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要提到的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看重圣经 这个题目叫做 《与原味的力量》 也就是说 圣经这本书 还是被我们要高举的 我们对于圣经的真理 是要尊重的 而且是仔细的去明白的 不能够随便的 在圣经的真理上面 增加什么 或者删去什么 或者把圣经当作 是一本参考的书 都不对 我们是用圣经来 检验个人的经历 而不是用个人的经历 来查验圣经 是不是对的 那个方向就错了 所以最重要的 还是明白神的话 所以我盼望 我们接着这个节目 我们能够唤起 弟兄姊妹们 更准确的 更认真的 去明白神的话 当然就像刚刚你所提的一样 如果你只有明白 而没有遵行 其实那个明白 本身不会产生真正的力量 我们是透过准确的明白 遵行 并且我们也尊重 神给我们个人的感动 带领 然后我们一同在这条 至生的真道上面 往前行 活出生命的见证 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祝福 这是我们该做的 其实关于刚刚那个 信约里面那些使徒 圣灵的一些作为 我们还有一些问题 不知道说 这些也是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